李湘秀 我们来看樊振东和李湘秀的第一局比赛 李湘秀可能大家对他有一定的了解 我们还是请刘国正给大家介绍一下李湘秀的一些技术特点 李湘秀打球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冲击力 打球不善于太多的变化 但是从前三板包括前几板的这种球台上来说 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这种正反手相对质量也是比较均衡 所以他有一定的这种冲击力 但是他可能相处打到后面的时候 他的能力会差一些 整个的变化上面我觉得不如张雨震 请别看张雨震打球年轻 打球但是他经验非常的足 包括在场上这种变化节奏的掌控 包括对对手通过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方式 去跟对手去对抗 他这方面掌握得比较好 你看他这几板球不错 八分球你一领 领完以后你的质量如果不高的情况下 他这两板下去质量是非常高的 另外近一年多以来我觉得樊振东的球 除了马龙他过不了 其他的樊振东应该说还都是小有优势的 因为他还实力比较厚 所以他现在要改变的话 他自身的这种打球的场上这种血性 包括霸气这方面要提升一下的话 他整个能够带动他的技术上面 能够更加的这种锋芒一些 他现在只是后 一般人跟他打的时候感觉打到最后越打 越打不动他 他在场上这种通过人这种气场 给对手这块造成的压力 所以还要再提高一些 李向秀今天上来也是 所以他们今天韩国队 这个金泽珠教练给他们布的战术 可能是放开去拼 是吧 特别是在前参版当中 敢于和中国队的队员去拼抢 把他们的这种威胁先打出来 然后给我们中国队给我们队员先打紧了 打紧的时候也在出手当中 你可能会降低自己的质量 甚至会出现很多的无关失误 所以他从他的战略上来说 从这两个上来 反正都是这样大概这样去布置的 特别是在前参版上 敢于和中国队去拼抢 对 而且抢得比中国队还凶 因为作为金泽珠来说 从他当队员也是跟中国队这种 这个对抗了很多年 应该来说 他也有过赢球的这种经验 所以他可能从这种经验上面 能够更多的去灌输到 他的这个队员上面 好 好 好 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所以说现在 凡文东一定要扛住 李湘秀的这个 这种疯狂的进攻 他一旦顶住了以后 真正的实力就能够体现出来 是的 特别是在开局 第一第二局 这开局确实很难打 因为他上来薄的又凶 而且命中率又高 给我们确实造成了 很大的这种困难 但是还是相信我们自己的实力 只要能够顶住他前面的 这种三五板的进攻 非常重要的一个运气球 那这样的话 这个6比7落后一分 最起码来说比分缠出 你再想搏杀 再想发力去主动进攻 你看你也没那么好 所以你看这个 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知道李湘秀的整个的正手 这种调打 这种能力还是 控制能力还是比较差的 所以你看发球 基本上围绕着李湘秀的正手段 拉住 反拉 拉住 好的 直线 漂亮 这个就需要能力 这种手感 好几个插王 再一个我们看到小将 樊振东 他的这种顽强 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不光是一分一分的追 这个球应该说难度很大 手感非常好的 但是他还是转为主动 转为进攻了 转为主动 美国 看市场 如何 考虑 当早 拉住 好球 从这个球我们就是看出来 就像刘国正所介绍的 这个就是实力 你推到中远台 完全要靠你的个人的能力 是吧 你的腿部腰部的力量和你多板数的实力 现在樊振东是9比8领先 看来这个李湘秀的正手短球 还是有明显的这个短法 明显的漏洞 所以他刚才那几个正手的一个挑打 虽然说这个挑上两 我都觉得这个挺假的 这个可能上来第一局 这个自己也是拼得比较凶 有那么一股勇气 真是想赢了的时候 你看他怎么不敢挑了呢 这样樊振东 接发球一板反手拧拉 对方的正手大角度 这个球是进攻性的拧拉 但第一局落后这么多 能够赢回来确实也是不容易 这个也是中国平衡球队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种传统 不管落后多少分 只要这个不是最后一分 这个没有打完之前 我们每一分的我们都要全力以赴的去拼去要 很漂亮这球 这个台内的这种控制啊 手感啊 也欢迎您在关注比赛的同时呢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双重观赛方式 近在CCTV5客户端 精彩赛事同步播出 独家多视角 VR直播等你来体验 这一局我想反正东呢 一定会破坏 就是李湘秀的一些搏杀球 强攻的球 所以在控制 在调动上面 会更加积极主动 他们看李湘秀的正所谓的揭发秀 确实是有很大的这种漏洞 而且就算他揭得好 那下面的衔接 他的衔接不好 而且他不太敢直接跳过来用反手领 领完了以后 他也知道自己下面的衔接 不好衔接 所以摆又摆不住 我们看到 这是主席台上 国际拼联 终身名誉主席 乒乓球的老前辈 许英生 许英生主席 今年也79高龄 但是呢 对乒乓球的民间赛事 民间的活动 以及中国乒乓球队的 在国际大赛当中的表现 都是特别的关注 关心 今天啊 无锡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我们看到 来了很多的热爱乒乓球的球迷 还有热爱张继科 马龙的这些 粉丝 粉丝 今天虽然是这个 上班的日子 工作日 但是无锡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可以说 上座率还是相当高 基本上可以达到三分之二的上座率 这些球迷都是来自全国各地 甚至还有海外的 是 因为啊 现在交通都便利了 你别今后高铁 这个高铁 可能山东过来也就 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就能够来到无锡 看球 我觉得这些球迷啊 这个 这么多的这种关注和喜爱我们的这个运动员 真的是 嗯 对我们运动员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这种帮助 我觉得无形当中也给我们运动员这种责任感 责任心上面的啊 这种加强了很多 啊最起码上场以后我不能随便输一分 不能随便输一场 这要不然这个愧队啊 关心我的这么多的这种球迷粉丝 是的 呃再一个呢 这些今天的粉丝们现场哈 也会非常一看 因为今天张继科呢不上场 但是从主教练的角度不会考虑到 这个粉丝会有多少人来看这场决赛 主教练就考虑就是 主要是怎么赢球 怎么赢球 怎么排兵布阵 怎么对赢球更有利 谁上场啊 这些是主要练需要琢磨的问题 所以我想球迷啊也会理解啊 因为毕竟是竞技体育 要以胜负来论英雄 好的 漂亮 我们看到樊枕东啊 正手的每一下啊 都是那么有力量啊 都是那么有旋转 真的很扎实的感觉 对 因为我觉得这些球迷 我觉得不管这个谁上场 只要中国队最后赢了 他们不管作为谁的球迷 他们都会感觉到自豪高兴的 好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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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an 健康 而在这局当中啊 明显就是缺点放大 而且像他们这样 一旦漏洞被抓住了以后 他所有的技术 他都很难去发动出来 就感觉到被困在里面了 就困受之动 完全在你就是只能在我在里面了 所以我觉得樊仁东 这个第二局 这个还是做得非常好 完全把整个的局面 完全的控在自己的手里 像樊仁东11比4 轻松的赢下了第二局 樊仁东是2比0领先 谢谢 第三个赛 赞订阅 拉伯 你看从第三局开始 其实从第一局的后半段到现在为止 今天发球他没有太多的变化 你不行的话你能不能过来有点变化 他都没不敢 你看还是那个 就算这种球虽然说他赢了 但是他其实也很被动 如果说樊仁东那球拉上的话 他还是很难受 所以我刚才说的李江秀打球 脑子里面变化还是差一些 也换一个钩子发球 换一个钩子发球 这个是他的特点 从樊仁东的角度就要注意 这板球啊 最后一板你看 这个落点上 肯定是有问题 光注意旋转 但是没有注意这个落点 什么是最好的落点 就是打对方的反方向 这是最好的一个展现 最好的落点 他打变成不能使劲的地方 对 或者反方向 对方想侧身 啪给他直线 你看 他到目前现在为止 刚用反手跳过来领了一个 这是他在领先的情况下 我们刚才说到中国乒乓球的一代一代的提出的这个创新 包括像已经过世的庄自动老师 庄自动一直也提倡这个创新的创与创 创与创 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也出了书 所以咱们这个中国平方球啊 就有这样的优良传统 底子打得好 所以一代一代的 去传承 传承 对 拉住反手 很好 你看最好的落点就是让别人别扭的地方 你看这个球虽然说质量不高 但是呢 拉到中间 你像秀反而是这种使不上劲 你看他们俩同时在拉中远胎 但是呢 樊振东就比他拉的技巧 对 一直用落点来控制着对方 猛拉 深拉的那种感觉 那樊振东呢 是把这个球呢 能够借力 很轻松的 拉一个很好的落点来得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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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樊振东还是要盯住 特别是这种反而有长的 李湘秀还是多多少少有些改变 不完全局限于短 短球当中的一种控制 直接可以推出去 直接跟你形成相持 漂亮 这个球就是最好的落点 这个是樊振东非常好的一个优点 他整个的这种领完以后 下面的衔接啊 这种站是站得很稳的 包括两条线的这种运用 那确实是他反手这个 比较很特长的一点 回来 漂亮 观众朋友们 您正在收看的是 我们在无锡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为您带来第23届亚洲平方球 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 中国队对韩国队 这是双方的第二场单打 第一场是由中国选手马龙 战胜了韩国选手张雨震 先拿到了第一份的胜利 六个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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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第一下拉的很好 第二下的时候 往上勒的有点多了 而且肩膀整个人身体有点 太往上架 好球 确实在进攻的时候 不完全是追求一种力量 真的落点上面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现在有些队员就老想着 我只要发出力就行 只要有力量我就能够拉死对方 其实不是不完全是这样 所以落点拉的好拉的巧 反而你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现在第三局双方打成了八平 反正能发球 注意一下中间 中间反我场 其实他真正白短 凡然东上来不管用正手挑也好 回短也好 还是用凡手领也好 基本上得分是非常多的 他只有这一局十分最多 就是他的推挑到 凡然东的凡手长的和中间长的 我估计这球应该就该推下去了 如果凡然东有准备的话 直接就可以冲他 你看 太可惜了这球 其实都算准了 对应该反正东这球应该拉点手 等一下就好了 因为他这球推得轻 他没接上力 如果他能够主动拉点手 稍微的把距离拉开点发力 是非常漂亮的一个 但是他推过来的这个球 推得很轻 他也不敢推 他也怕推失误 这个球推得实际上不太转 不太转 不是那种纯挫过去的下距 他前面推得狠 他这个球有点保守 他怕吃发球 粘起来 漂亮 这才真正打到了凡振东的一个 对凡振东防守的击打能力是很强的 这种攻防啊转换啊这种非常厚实 喔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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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直接给直线就好了 球有点蹦 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中间反手位 直接发个上去 前面几分 李香秀的反手已经表现得很好了 但是不能转换为得分 所以他加了侧身 他现在还是对住以后想侧身 他正手得分还是多一些 我们来看这个接发球 发球失误 太有意了 最后一个球 李香秀的发球直接失误 这样樊振东3比0 赢下了第二盘的单打 这样中国队在亚洲几秒赛 男子团体决赛当中的大比分2比0领先 现在出来下了 好 谢谢 广亝 轢 快点 香港 易